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马卡龙给你解决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感受一下马卡龙在动态驾驶方面的表现 其实跟20版的红光迷你因为没有太大的改变 悬架呢依然是前迈佛逊后整体桥 刹车是前盘后骨 然后最大的马力依然是27马力 续航依然是120公里跟170公里两个版本 之前驾驶红光迷你因为进行测评的时候是拿到了一台91%电量的红光迷你 在城区跑了将近五个小时吧 然后整体最终的续航表现是156公里 所以它的续航实际上是不存在什么虚标的 比较贴近实际的续航里程了 马卡龙跟红光迷你EVA一代 它们的变化是 马卡龙版用的是三元锂电池 动力表现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 小车的NVH做的不是特别的好 什么感觉呢 就是我的摄像在外面说话我是能听到的 还有电池预加热系统 即便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地方也依然可以正常开启 它的离地间隙是比较高的 所以它的通过性很好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的重心比较高 建议各位在转弯跟掉头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减速 车辆虽然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但毕竟只要四万多块钱 不能收表自信车咱啥啥都要对吧 马卡龙版有四万块的春日现金配色 比如说我先行的这个牛油果色 还有柠檬黄白桃粉 车顶支持两个颜色的自选白色 最后实名表扬一下设计团队 两百多天收集改进车主集中反馈的问题 这才是品牌服务该有的样子 用马卡龙车机上的一句话 送给五零也送给大家 世界每一代奋斗 字幕提供了 还能够取其他能量的接触 选择 听见